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都这么说 不是夫人 是主人嘛 对对 汉主人 汉主人 而且您是福布斯什么富豪榜上 说最受尊敬女富豪第五位 是吗 但是听说你最讨厌女富豪这个词 最好别叫我这一面了 想一遍都没什么 刚才说那什么就够难听的了 这更糟糕 汉主人女富豪 你不要把人家理解成一个女富豪 我觉得她是个算知识分子吧 而且你看多么朴实 穿的真不像富豪 还不如我 我比较像 我还会应该我这样 没错 本来张鑫我觉得提请大家注意 就是他像文道一样 他是个有信仰的人 巴哈一教 那么两个有信仰的人 和我这么一个半信半疑的人 我觉得我们可以好好聊聊 本来咱们要聊关于富豪的那点隐私 但是今天我跟你说 就不谈了 不现临时的 不是下一集再谈 下一集再谈 因为今天有突发性的新闻发生 照说让人觉得很闹心 就是你看 这以至于我只能给大家念念了 我们刚收到的最新消息 怎么又发生这种事 江苏泰兴幼儿园发生砍杀幼儿事件 现在的报道是混乱的 咱们截止到今天中午 就是说数名幼儿死亡 这是一个说法 警方已经封锁现场 家长都进不去 然后泰兴市的公安局说 死亡人数还没明确 砍人的人已经被抓了 然后泰兴宣传部一位干部 他说现场有31个人受伤 5个人重伤正在抢救 目前无人死亡 但是另外又有消息说 目前已经有4个小孩死亡 百度贴吧有网友发帖 这个可能有留言的成分 说砍伤28个 已经死了8个 凶手还不止一个 还不止一个 有说是两个一起 当然现在的消息还不明确 很快就能明确 但是我就说这是怎么了 一起又一起 我做文涛派案 刚讲了福建 砍死那么一大堆 小学生对吧 然后最近是广东雷州 那个不也在 你看这都有报道吗 雷州市政府发布的消息 第一小学 这个犯罪嫌疑人 他是33岁 他就是这个小学的公办教师 然后呢 大概是因为什么仇吧 报复啊 又砍了一个堆人 就是小学生还有老师 然后最近是顺德 君安镇的男教幼儿园 连续砸伤18名小朋友 一个中年男子 拿着一个长扳手 顺德 你说这是疯子还是什么人呢 不过我忽然想起来一个场景啊 不是大人虐待小孩 是小孩虐待别的东西 我前一阵子 在一个风景圣地 在湖边转的时候 就看到一对夫妇 带着小孩去游湖 去游玩 那那个小孩呢 就落后在后面 他妈妈一直叫他走 他不肯走 他在后面干嘛 你知道吗 陆地上有一条马路 你知道什么叫马路 有点像蜈蚣 但不是蜈蚣 没毒的 在地上爬 这小孩看着他 看了很久 后来忽然伸脚 一下把他踩住 然后在地上用鞋子碾 直到整条昆虫 碾出那些枝叶 染满了地上为止 我为什么 换一讲小孩这个东西啊 其实我想说 人好像总是有一些 很残忍的天性 人性里的 特别你去看小孩子 其实我常觉得 小孩是很残忍的 你像苍蝇王那种小说 小孩子 如果没有经过 充分的教化的话 他可以很残忍 而他那个残忍 通常表现在去虐待 比他更小 更弱 更没有反抗能力的东西上 比如说昆虫 所以我就觉得 一个大人去撒小孩 跟一个小孩虐待 没有反抗能力的昆虫啊 是不是同一样的东西 所以我就注意到 你看美国人啊 过去美国也有什么 校园抢击案 这美国总统一聊啊 他们美国人 经常使用一个词 说这是懦弱的行为 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 很难理解 我这是懦弱的行为 你讲的就是这个意思 张欣你作为母亲吧 是吧 你听到这个事情 你的第一个触动是什么 其实我们作为母亲 第一个当然想到的 就是这些孩子们 他们都很无辜 而且那个他们的父母 都一定是非常的难过 哎呦 你想每一家 现在咱们都是独生子 独生女 那都是非常的 觉得人家跟苗了 对非常残忍的 所以当然 我们的第一个感觉 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后面呢 问题当然就是说 人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就什么东西造成一个人 会跑到一个幼儿园去 杀害那么多无辜的小孩呢 没错 那这后面 还是一个社会问题 哎 这个怎么 他们就说两点 我听听你们两位怎么看 一个就是说呢 当然每一个 都有每一个的那个原因 你像最近被判死刑 福建那个 他是说 因为我过去的老领导 对我不好 整我什么 我该工资 提工资 不给我提工资 还有什么前女友 抛弃他 等等 都有他个人的原因 但是你这个一股堆啊 这么密集的发生 到小学 到幼儿园 砍孩子 他们一个人就说啊 现在中国这个社会啊 变得太快了 这个这个积累的 这个社会焦虑啊 有时候你会在一些极端行为上 能够看得出来 而且呢 也就是说这个信仰 所谓就是说你们俩有信仰 这个信仰缺失的一个地方 有一句话嘛 说中国社会发展的太快 说你跑的太快了 把你灵魂落后边了 就是有这么一个问题 积累的社会心理 就这个疯狂 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啊 也有人反思这个信息 信息爆炸 我现在有些时候有个感触啊 就是说 信息你这就是信息点 没错 我就是干 你我身上去 你就可以做一个证明 就是说人要不要知道 那么多的信息 或者说当你没有培养起 足够的消化能力 控制能力的时候 你当不当得起 这么自由 这么密集的 这个信息传播 你知道啊 你像中国的这个祖宗祖先 他们有一种观点 现在当然是被批判 他们认为呢 老百姓 你不能让他知的太多了 就所谓民可使之之 民可使有之 不可使之之 对吧 就说他们知的太多 民治未开 知的太多 对他没什么好处 有些人就说了 社会上有很多疯子 当然我是这个 打双眼号的疯子 很多疯子 或者想报复社会 或者想一举成名 那么你某天这个网络呀 这个传媒呀 这个东西跟他有没有一个示范 传媒 模仿 就是本身他还没招呢 他只是一肚子气 哦 他看见这事 砍孩子 我是不是也可以来一把 不过 我先说回你之前说那些话里面 我觉得有一个字眼 我们要特别小心去使用 就叫社会 什么意思呢 就是 回想一下 就这些砍小孩的案子 其实跟前几年 我们常常听说的另一类案子 是有相关的 另一类案子 你做文涛派做那么多年 你也成了一个疯狂的一个一个一个基因的传播者 我待会儿可以给你讲讲我的病 对像你还记得你以前也说过 就是以前那种在公交车上放炸弹 对对不对 这两者相关的地方在哪 就是说他们都是跟那些受害者无仇无冤的 没有关系的 他们我们马上想到这个东西叫什么 叫对社会报复 只是选择不一样 一个人是到公交车上 也有人呢 可能你不知道哪天开车去胡乱撞人 对不对 也是发生过 那现在是砍小孩 这都是一种叫做对社会报复 可是什么叫做对社会报复 我觉得这里面危险 为什么我说社会这个字眼很危险 就你想想看这些人 他大概受过一些冤屈 他可能是受过一些领导 或者是上司 或者不知道哪人 受了气 但你看他这个气 不直接往那个领导上是发 为什么呢 是因为他除了被领导欺压之外 他大概觉得身边很多人 让他觉得气节气闷 而他把这所有的人这些事情 总结为一个概念 叫做这个社会不行了 这个社会在欺压我了 这个社会对我不好了 为什么我说 你刚刚我也有信仰嘛 我就是从佛教的角度来讲 我们避免任何的过于空泛的概念 社会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你又认清楚 这个老板对我不好 我们应该分析 他这么对我不好 我该怎么处理 那个人对我不好 这都是个别的事 具体化 对你不要把它总结为一个 社会完蛋了 这社会太糟了 不行了 我得对社会报复 当你这么想的时候 你随便去杀些 你不认识的人 你又也是一个总体概念 对不对 对 你仍然觉得我在对社会 这个东西报复 那巴哈一 你人性啊 因为咱们回到刚才又讲到 这个人性是不是都是恶的 所以你说这小孩 去杀这个无辜的动物 和这个人性 其实人性总是有善的一面 也是有恶的一面 因为我们也见过人性善的一面 也见过人性恶的一面 那么关键是我们要 让恶的一面成长呢 还是让这个善的一面去发展 现在如果我们没有一个环境 要去培养人的善的一面的话 那恶的一面就不断的去发展 所以就像 比如我们看到了新闻 又看人的 我们又看到了新闻有骗人的 像什么三鹿奶粉 又发现这边又有腐败的什么的 天天如果你看到的 都是这些负面的东西 你看到的人性 就是非常的可怕的 黑暗的 我们知道就是这个 黑暗为什么存在 黑暗存在就是因为没有太阳 阳光进来了 黑暗就不存在了 所以还是我们要想 这个社会怎么能够营造一个 更积极的 更阳光的面 它就不会天天都是黑暗 所以我为什么说 我就是个例子 就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还用它寻找黑暗 枪枪三言行 广告之后见 你们两位刚才讲的很引起我的一番感触 就怪不得我发现很多宗教的高僧神父还是什么 我注意到他们有一种极端的观点 但是现在社会很难接受 就认为信息是罪魁祸首 万恶之源 甚至有人说都是电视闹的 对吧 就是为什么这么说 我就是觉得 你比如说我就说我拿 我举例子 姐姐你看我这个病 对吗 我就是传媒啊 我天天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我是世界上看这个人类的这个罪恶 黑暗腐败最多的人 而且你比如说我像我这个做这个文涛派案 我还不是播报新闻呢 我要理解它 消化它 投入感情 背过它 你知道我每天每天在看这个东西啊 时间长了之后 我就拿我就是一个例子 我为什么我说我想挣够了这个退休金 我不在中国待着了 就是 哎呀 极其的觉得 我现在厌世又怕人 厌世又怕人 就是像你说的 每一个事儿当然是冤有头债有主 对 要具体个别的看 你知道你看多了以后啊 你是整个的对你 比如说我走在街上哈 我不能容忍别人走在我身后 就是 你担心拿刀捅你 我不知道 就是 我就很敏感 如果有人在我身后走超过50米 我就会故意走慢 让他走到我前面 那很不容易啊 超过50米 我的天啊 没错 我也很难出门 包括这个 我在比如说我在街上哈 只要有人看我一眼 我就会用眼睛的这个余光啊 一直看到这个人消失 因为我担心他对我不利 你知道就是 我地球太危险 你还是赶快回火星吧 就是说 为什么说心理疾 中国有各类心理疾患的超过一亿人呢 就是比如说 我到最后觉得 看2012 他们说2012是世界末世 这个消息让我感到欣慰啊 我听了 我踏实了 我欣慰 你想这就是 你应该赶快去放假 对 没错 没错 你不放松 对 不放松 我就说 咱们可以举这个例子 就是说啊 天天这个 你这个密集的接收这种信息 那么会对一个人 我幻想起来啊 你这个故事 让我讲 我小时候在台湾的时候 当年在台湾 我80年代发生过一个大案 那个案子是什么 就七八十年代吧 就台湾当年也有一个法制节目 也有个法制节目主持人 永远以正义的形象化身 在节目前面侃侃而谈 刺骂罪犯 怎么样怎么样 那后来这个节目为了要抢眼球啊 老报那种分尸啊 灭门的那种案件 会声会饮的 结果有一天 忽然他很意外了 这个节目主持人犯案了 这个节目主持人杀人了 结果被抓了 结果当时让大家都吓傻了 怎么搞的 这不是正义化身吗 哥们 而且 我不认他是不是行私刑呢 明天行私刑的那种 而且还有一点 就向来啊 在推理小说历史上面啊 就这是一个标准话题 就是一个侦探 老办案 他会不会犯事 甚至一个侦探 小说家会不会犯事 比如说到现在很多那种 福尔摩斯迷啊 仍然热衷的一个话题是什么 就有人说当年柯南道尔 就福尔摩斯 摩斯的那个作者 说他杀过人 嗯 说有些事是他亲身经历过的 这个我不知道 我知道的倒是巴西有一个 就像文涛派案一样的节目的 一个主持人 发生了一些著名的案子嘛 巴西出现一个杀人案 最后发现是他跟节目组的人 策划的 然后全部拍下来 为了收视率 你知道吗 所以现在 你不报道这个积极的故事吗 只是报道这些 积极的故事在凤凰 有别的主持人报道 像什么 吴晓丽他们的爱心大使啊 什么的 罪恶天使 全交给我 都交给你 所以是夜里报这个 夜里 没错 坏事都干我头上 就是 我就觉得 就是我能够密集的看到这么多 所以我为什么说 我现在对信仰 也处于一个半信半疑的状态啊 我就觉得 是不是人的心里啊 需要点支撑 要不然你对这个善 对于人跟人的这个温暖和爱 有信心吗 其实我最近开了个微博 我就发现了就是这个迅速的跟这个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的人就发生了紧密的接触 然后我就发现了这是一个你看的微博里的哈 就是一件一方面你看到的是大家都有一件什么事情看到一个小孩遇难啊 一个什么白血病人的很多人都在转转发 就是你看到的是一个爱心啊同情心 可是另外一方面的就是强烈的这个愤怒啊 什么什么事情马上他就会想到就是说这是怎么来的原因是在哪儿 就愤怒的量也特别的大 所以我就老在想的就是你很少看到呢 就是些积极的阳光的 我就觉得我们的社会难道仅仅仅就只能唤醒人的同情和唤醒人的这个愤怒吗 应该还有其他更美好的东西有追求的 我们的追求的是什么呢 现在就在这个网上就在这微博上呢 你就会发现很迷失方向没有 当然人的本身的这个善的东西有 同情心也是一种善意的嘛 但同情心是看见这个人被欺负了 所以他的源头还是有一个人受欺负了 天天发现的都是这样子的问题 我也在想就是中国这个社会 我们的方向是在什么地方 我们为什么要改革开放 我们为什么要市场经济 我们为什么要有GDP 为了让你们先富起来 对啊 然后我们给你们买房子 今天不是说不说房价 结果最后我只要万法归终是吧 你看今天就变成我是一个被指责对象 愤怒对象 没错没错 我们现在接下来就批斗了 你是被受尊敬的女富豪 我觉得这个社会矛盾 他还真是 如果富豪都能够像你学学 人家现在做慈善 做爱心 做这个 我觉得至少社会矛盾能够缓解一些 对吗 不过你刚才说的那些问题 你说真的是关于信息的正面负面的关系吗 我觉得未必 怎么讲呢 比如说像你说老报 你刚才不是提到一点说 我们报了太多负面的东西 大家就第一会学 第二你就会觉得人心大坏 第三你的人的整个感觉 就会慢慢被一片黑云吻罩过来 是吧 可是回想起来 在大陆从小学到成人看电视 一天到晚我们电视上面 都是正面积极阳光的东西 我们出任何灾难 到最后都变得很正面的 没错 那不是真心的 对没错 重点就在这 我们把所有的中国向来有个趋向 就把坏消息变成好消息 所以你想想看 我们这个社会并不乏某种阳光积极正面的信息 而且还相当多 但重点就在张欣 你刚才讲的那一句 你觉得它不真实 你觉得它虚 那于是这些好东西 我们大家觉得它虚 坏东西我们都觉得它真 你想想看这个结果是什么 他说这个我就要再重复一次 我觉得这个事情非常有意思 就是香港最近的获奖电影叫十面埋伏 十面埋伏 我就看是陈可欣呢 还是谁啊 就说十面埋伏里面啊 有很多崇高的台词 你比如说我们要为了 十月为成是吧 十月为成 十面埋伏 十月为成 就是香港的这个金像奖 对吧 他就说这个片子里啊 他说因为跟大陆的同事的合作嘛 比如有很多 我们要为了中国的未来 就是有个很多很崇高的 很道德的词 他说呢出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我们北京的这边同事 反倒说这个会笑场的 不要不要这什么词 不要这个太可笑了 但是呢 他说我们香港人说这个是很真心的 我们过去没有喊过口号 所以我们也喊这个来劲 对我们喊这个台词觉得没什么 为什么你们大陆人反正让我们说会笑场呢 这个很值得寻味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像你自己觉得 比如说我们的生活问题 温暴问题是解决了 但是像有些做出这种事情的人 也有些人讲 就是说这个社会上也有很多 所谓被欺负 被损害 在哪都受到一些不公正待遇的人 当然这不是你作案的理由了 但是这毕竟也是一个说 现在人们利器特别重了 这个谁跟谁这个善意缺少的一个原因吧 本来像我刚才讲说 我们不要总体化一个社会的概念 比如像我的老师常跟我说 所以有时候你去吃饭 服务员对你态度不好 你想对他发脾气 你就想一想 如果有人拿棍子打你 你是会骂这根棍子吗 不会 你会揍这根棍子吗 不会 其实很多人对你不好 他只是个棍子 棍子后面还有个东西 那个东西是什么 我想在很多底层社会的人 他特别容易觉得 那个背后拿棍子的手就叫做社会 他会这么总结出来 我举个例子 我刚才我赶过来坐出租车的时候 那个出租车师傅就满腔愤怒 不晓得怎么回事 他忽然就聊到 他觉得这个社会完了 我现在是看透了 我17岁就入了党 打过中越反击战的 那是老战士 他说结果你看我现在这个出租车公司 给他干了十来年 现在医保退休都不上了 这违法的 我去告他 还判我败诉 这怎么回事 这社会完了 然后就骂一大堆事 你特别容易在某些阶层身上看到这种愤怒 就是他把很多东西总结起来 觉得社会不公正 所以我觉得当然我们不能说有个总体的社会的概念 要具体的分析 但是有一个东西是存在的 叫做社会制度 我们这个结构到底公不公正 温总理不是说吗 专门对你这种会讲的 公正要比阳光还什么 比公平和正义 阳光还要 就是要来造你的了 你知道吗 就是因为我觉得今天真的是有一个很大的公正的问题 所以才会出这么多事 因为你这个社会这么长时间的有这个不真实的一面 那么人们都是习惯了就是说表面的说一说